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秘老者无影无踪 男子惊讶之下要求对方第二天再来 宋朝 靖南 临山镇 镇子不大 挨着中条山 或许便是因此而得了如此一个名字吧 简单且明了 百儿 你一定要打起精神 切不可出现任何差错 咱们这些穷苦人的房子 大多都是木柴和草 一旦走水失火 那可是真的怕 今天镇子上议论纷纷 说是宿州那边一夜之间烧了三万多间房屋 三万是多少 娘不知道 但是听着应该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了 临山镇 天色刚刚暗下来 在镇子西头的一个矮墙院落内 一个妇人正替一个少年整理着衣服 准备着帮子 铜锣和灯笼 一边准备一边嘱咐 娘 我知道了 百儿一定会谨记在心的 少年名叫陈伯 刚刚十三岁的年纪 已经打羹半年了 风雨无阻 晚上打羹 白天还要去私塾上课 打羹人自然都是大人 临山镇之所以会让一个小孩子打羹 完全是因为看着沉白可怜 就在半年前 一头被狼群赶出来的老狼 或许失恶的不行 大白天的闯到了私塾之中 当时先生不在 私塾里是一群少年 老狼纵然老了 也是狼 正在这群少年面对危险时 陈伯的父亲陈大正好路过此地 徒手与老狼搏斗 与老狼同归于尽了 能上得起私塾的人 家里条件都还算可以 陈大去世 他们倒是各自拿出了一些银钱 给陈伯的母亲 并且先生也让陈伯去私塾里上学 不用教书修 不过恩情这种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终究会慢慢淡忘掉的 若是没有尽想 银钱中就会坐吃山空的 到那时又该如何呢 所以当镇子上缺一个羹夫时 陈百便去了 虽然辛苦 却也能赚一些零碎银子 补贴一下家用 冲着陈大的趋势 陈伯年纪虽小 最终还是让陈伯做了羹夫 虽是 19点到21点 很多人家都刚刚吃过饭 陈伯已经提着灯笼 走上了街头 天前雾躁 小心火烛雾 陈伯敲着帮子 缓缓行走在大街小巷 天色彻底暗了下来 街上很少再见到行人了 偶尔有一个 也是行色匆匆 天前雾躁 小心火烛雾 关门关窗 防偷防盗 骇时 21点到23点 虚实和骇时相交的时刻 陈伯想起了母亲的话 再次强调了鸡变 小心火烛雾 确实 很多人家忙碌一天 晚上困了 早早睡了 很有可能忘记 江灯吹熄 油灯还好 万一是蜡烛 很容易引起火灾 这个时间 整个镇子都陷入了黑暗之中 只有大户人家门口的灯笼 散发着昏暗的灯光 这个时间 整个镇子也变得十分安静 邦子生能够传出去 很远很远 除了陈伯的敲打邦子的声音 在镇子上 还有两处地方 不时有邦子声响起 镇子太大了 一共有两个耕夫 一个是陈伯 另外一个则是逢二 当然 第三个邦子声则 是哪些大户人家 专门养着的耕夫孙启 几个大户人家 占地面积很广 又担心镇子上的耕夫 不能及时在周围巡逻 便专门养了自己的耕夫 此时 晚上十一点到一点 在镇子中间的一处荒废院子中 两盏灯笼 缓缓走了进来 忽然间 两盏灯笼照到一个人影 说了几次了 陈伯 你小子又将灯笼灭了 孙启有些气急败坏地抱怨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一开始就没有点灯呢 冯二哈哈一笑 吊砍着 说道 老孙啊 你这胆子 怎么做耕夫的 明知道陈伯不会点灯笼 你每天还要被他吓到一次 在荒废的宅院里 相聚的三个人 自然是打耕人陈伯 冯二和孙启 陈伯尴尬一笑 连忙道歉道 孙叔 对不起了 孙启摆了摆手道 算了算了 我都习惯了 我也知道 你想将省下的蜡烛换些银子 不过 听书一句劝 那几个巷子和大街 你路过时 还是要将灯笼点着的 陈伯忙点头道 孙叔的话 我一直记得呢 放心 放心 三个人一起走到荒废院子一间 还算比较完好的屋子内 冯二拿出两根蜡烛 孙启拿出一根蜡烛 轻轻地放在了一边 陈伯功身一拜道 多谢梁威叔说 冯二摇头道 谢什么谢 这蜡烛也是自己省下的 你后半夜替我们寻夜 我们又不用一直点着灯笼 孙启点头道 确实如此 说白了 我们睡觉了 蜡烛也不是我们出的 算来算去 似乎对咱们三个都好啊 他们这样说 陈伯却不会这样听 虽然自己是辛苦了一些 可是 他们将省下的蜡烛给自己 自己还是能换一些钱财的 正所谓积少成多 况且蜡烛这蜡烛还是挺贵的 陈伯对二人泄了又泄 便将门关上 转身开始继续寻夜去了 不过 这个时候 他也只是敲着帮子 不再喊其他话了 整个镇子上 此时便只有他一个耕夫了 银时 早上三点到五点 天色还没有任何放亮的迹象 陈伯走到一处巷子旁边 敲着帮子 想起了孙琪对自己的交代 可是 想了又想 他还是没有将灯笼点亮 便一步一步走入了巷子之中 巷子很窄 两边的房屋又很高 便显得巷子更窄了 走入其中 显得十分压抑 莫来的 陈伯感觉到一阵发寒 头发都要立起来了 他正正地看向前方不远处 一个苍老的身影背对着他 勾搂着身躯 拄着拐杖 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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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感觉自己的牙齿在打颤 这时 他又想起了孙琪的话 拿出了火折子 准备将灯笼点亮 燃起的火折子给昏暗的巷子里带来了一丝光亮 然而 陈伯却呆住了 难以置信地看着前方 因为亮光纵然很小 可是 依旧有光 他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却看不见前方那个老者的影子 苍老的身影缓缓转头 看向陈伯 咳嗽着说道 你便是陈伯 是 陈伯的牙齿都在打颤 拿着火折子去点灯笼 却怎么样都点不着 孩子 你不用害怕 我知道你 也知道你父亲 你父亲是个好人 你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老者叹了口气 灯笼终于被点亮了 这一点光亮却给陈伯带来了很大的安慰 虽然 前方那个老者依旧没有影子 老者冲着陈伯 缓缓一拜 轻声道 孩子 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等下大更时 你可不可以略微玩一盏茶的时间 陈伯抿了抿嘴唇 他看清楚了 这老者的衣容整理得很好 并且穿了一身黑色的兽衣 他是见过这些的 父亲臣大去世时 家里便给他穿上了一件这样类似的兽衣 老者苦笑道 让你见笑了 我走的时候 孙子刚刚出生 我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眼 我一直想来看一眼 但是人老了 腿脚不变 每次走得很慢 每次走到这里 还未进去 便听到了大更人的声音 五更了 我便该离开了 陈伯犹豫了 不知道该不该答应 他是一个大更人 怎么能故意拖延时间呢 这都不是关键 关键是 他不知道老者所言为真 还是为假 明显 这老者此时此刻 老者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或许只是因为执念吧 老者做事要贵 陈伯连忙将手虚身 阻止了老者 说道 这样吧 你明天晚上再来 我白天需要问一下 你是不是这里的人 老者又是公身一败道 多谢小哥了 大安大德 我算是记下了 荣荡后报 陈伯却没有给老者继续说话的机会 猛然开始敲起帮子 喊道 五更 早睡早起 保重身体 当陈伯喊出这句话时 旁服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托住老者一样 他连反抗的能力 直接倒飞出去 穿过了厚厚的墙壁 直接消失不现 正正地看着发生的这一切 陈伯深吸了一口气 甩了甩头 转身便跑 一直跑 一直喊 顺便在大户人家那边 敲着帮子 转悠了一圈 最后才跑到三个人 汇聚的那座荒废院子 进了院子里 他将冯二和孙琪喊醒 拿了那三根蜡烛 这才慢悠悠地 向着外面走去 冯二和孙琪也是连忙追了出去 各自散去 各自离开 旁服昨晚他们三个人 都在寻夜一班 遇见老者的事情 陈百水也没有告诉 回到家之后 直接倒头就睡 睡了一个半时辰 吃了早餐 便匆匆赶往了私塾上学 中午下雪之后 陈伯又去了遇见老者的那个巷子 听着别人的闲话 看了看哪一家门口贴了白色的碗帘 便已经知道那老者究竟是谁家的了 他又略微打听了一下 知道老者所言非虚 就赶紧离开了 下午 陈伯没有去私塾 而是去农田里厨地 到了半晌的时候 陈伯开始回家睡觉休息 毕竟一整个晚上 他都不能休息 到了晚上 母亲将陈伯送出门 一想到那个老者的事情 陈百心中就有一些忐忑不安 毕竟他还是一个少年 即便是一个大人 遇到这种事情 大在心中也不会那么淡然吧 到了快五更的时候 陈伯打着灯笼 早早地去了那个巷子里等着 不多时 便看见昨晚的那个老者 拄着拐杖 慢慢走了过来 陈伯刚要说话 那个老者便阻止了陈百 老者道 孩子 你像你父亲一样 是个好人 小老还有个请求 明日若是听说我那孙儿啼哭不止 还劳烦您跑一趟 告诉他们真相 如此 我那孙儿便会安心了 也不会惊惧了 陈伯点了点头 老者又是一败 陈伯慌忙躲了过去 催促道 别耽误时间了 我拖延不了多久的 老者苦笑了一下 竟然拄着拐杖 缓缓向那墙壁走了过去 半个身子都进了墙壁 又挪动了树步 这才消失不现 陈伯默默地等着 默默地算着时间 他也没有太多时间 而且打更时间不能错了太多 何况他还要替孙琦 去那几个大户人家旁边喊两声 然后还要聚焦醒冯儿和孙琦 若是耽搁时间太久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人发现 冯儿和孙琦两个人晚上偷懒的 一盏茶的功夫不到 陈伯便喊出了那句 五更了 早睡早起 保重身体 随后 他轻车熟路地跑了一圈 叫醒了冯儿和孙琦 回到家里睡觉 去私塾上学识 陈伯特一绕了远路 来到了与老者相遇的那个巷子里 刚到那个巷子 就看现一群人围在墨家的门口 议论纷纷 走近了 陈伯默默地听了两句 果然如那老者所讲的一样 他那小孙儿的却是啼哭不止 找了附近几个老人来看 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陈伯默默地叹息了一声 若不是那老者碰见自己 他便陷不到自己的孙儿 那只是因为他腿脚不好 但是若是他腿脚好 碰不陷自己 却去陷了自己的孙儿 该当如何呢 听一些老人说 三岁以前的孩子 能够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或许这是真的 陈伯想了想 走进了墨家 见到了墨家的男子墨一恒 说明了来意 墨一恒知道 他就是临山镇最小的耕夫陈伯 没有理由来消遣自己 便将陈百代到了房间之中 陈伯进了房间 便看见了一个婴儿躺在那里 还在不停地哭泣 只是或许哭太久了 已经没有声音了 他走了过去 轻轻蹲下身子 轻声道 孩子 别怕 你爷爷只不过是太想你了 回来看了你一眼 那是你的爷爷 不会伤害你 而且 他以后都不会再来了 他希望你能平平安安 渐健康康长大 那婴儿正正地看着陈伯 静静地听着陈伯的话 庞扶真的能听懂一半 当陈伯的话说完 那婴儿竟然真的不再哭了 墨一恒见到自己儿子 不再哭了 无比高兴 竟然上来给陈伯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随后就要跪歇 却被陈伯阻止了 陈伯苦笑道 墨大哥 没有必要这样 我只不过是恰逢其会罢了 墨一恒的妻子白语笑骂道 傻子 你还不如给陈小哥拿一些银子 比这些虚拟更实惠 对呀 你看我这脑子 墨一恒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转身就出去了 等他再回来时 便拿了十两银子 陈伯却摇头拒绝了 对他而言 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这银子 而且还是十两银子 他不能要 要知道 寻常人家成亲事的聘礼 也不过才二十两银子 他虽然很需要银子 可是 这银子 他还是不想拿 拒绝了墨一恒的银子后 陈伯便立刻跑去私塾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 陈伯遇见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只要在陈伯力所能及之下 他能帮就帮 随着陈百健健常大 冯尔和孙琪也渐渐年纪大了 经历大不如从前 陈伯已经考中了秀才 可是 他依旧还在做打耕人 或许 人谁都不知道 陈伯在打耕时 曾经帮过一个人 那个人 便是临山镇历史上唯一的进士 那个进士的后人 还在镇子上 只是驾到中落 后人已经没有人再上私塾了 陈伯每天下午都会去教那一家人的孩子读书 而到了晚上 那个进士便会教陈伯读书 正是因为如此 陈伯才能高中秀才 要知道 临山镇很多年已经没有出过秀才了 就连私塾先生都是从其他镇子上请来的 百儿 你都考中秀才了 家里的金矿早 一号太多了 你为何还要经常去打耕呢 陈伯拿着灯笼 又要出门 母亲拦住了他的去路 问出了这个所有人都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能者多劳 因为我的经历好啊 这些年 有我在打耕 咱们镇子可是没有出过任何事情啊 陈伯笑了笑道 娘 我和冯叔 孙叔都太熟了 若是我突然见不做了 他们也会想我的 这些年下来 整个临山镇的晚上 确实没有出过任何事情 没有盗贼 没有大面积走水 就是偶尔有走水失火的情况 陈伯都能及时发现 迅速解决 其实 这不是陈伯一个人在做 而是有人在帮他 因为 他做打耕人的时候 他帮了许多人 因为临山镇的晚上 十分太平 没有大事发生 镇子上的人 都说是三位打耕人的功劳 甚至 他们三个打耕人 竟然拿到了更多的月钱 生活也慢慢变好 陈伯之所以要继续做打耕人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 他喜欢上了这众帮别人 又被别人帮的感觉 第二 都说恩情以往 可是 临山镇的人 却没有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将他父亲的事情给忘记 对他还是很好 所以他知道自己的存在 能够让临山镇的晚上更平安 他便要继续做下去 算是一众对别人不忘安情的一种回报吧 第三 便是为了冯儿和孙琪 有他在 那两位可以不用那么辛苦 他也是知恩图报的人 到了子时的时候 三个人再次在那个荒废的宅院汇聚 不过 现在的陈伯虽然还替他们巡夜打羹 可是 却已经不再要他们的蜡烛了 冯儿和孙琪两个人 也没有感谢陈伯 只是扔给陈伯一瓶酒 让他晚上喃喃身子 三个人这么多年过去 风雨无阻 感情姿势十分深厚 大雨落下 陈伯穿着缩衣 打着雨伞 敲着帮子 提着灯笼 后腰之上还别着一根短短的钢叉 之所以带着钢叉 那是因为 陈伯在临山镇的晚上 遇见了太多事情 他要解决 偶尔还是要一把武器的 这些事情 没有人知道 今晚的夜 十分奇特 瓢泊大雨 可是 又有一轮圆月 陈伯喃喃自语道 又要出幺蛾子了吧 当然 这种奇特的景色 别人自然是看不到的 走到村里的大槐树下时 陈伯缓缓站稳了身影 慢慢抬头 眯着眼睛 正正地看着大槐树 忽然尖开口道 到底是哪里不对呢 他抬腿走到了自小玩耍的大槐树旁边 将手覆盖在大槐树上 猛然间睁开了眼睛 惊疑不定地道 腹中空 大槐树看似郁郁葱葱 可是树寒中坚确早已是空心的了 只剩下一张树皮了 走 此时 大槐树之下 竟然出现了一个老者 这老者十分苍老 皮肤像是树皮一样 头发简单地用木插碗了一个发际 陈伯双眼瞇了瞇 他看出来了 这老者便是这大槐树的本体 他没有想到自己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 竟然会是一颗槐树腰 走 老槐树 你自顾不暇 还想顾别人 突然间 一个身穿轻衣的清秀女子 缓缓出现 打着一把火红的油纸伞 不管她的事 你要对付的是我 老者缓缓抬起脚步 挡在了陈伯和轻衣女子的中间 笑话 你们临山镇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他们围绕着你 给你提供生气 提供人气 而你反过来又护着整个临山镇 谁又是无辜的 清衣女子冰冷地道 当年 若不是你护着那秀才 我们之间 何之于结仇 你又何之于变成现在这副模样了 陈百听着 微微皱眉 他想起来了一件事情 多年前 他们镇子曾经出现过一个秀才 名叫吴峰 似乎还经历了一场情宅 最后跳崖了 从那之后 临山镇边没有再出现过一个秀才了 直到他的出现 老者叹息道 吴峰当年拒绝了很多次 使你痴迷于他 对他霸王硬上弓 却怪他不肯娶你 不肯休憩 最终 你闹了过来 我虽然护了他一次 可终究没有护住他呀 清衣女子怒声道 你多管闲事 若不是你让他神志清醒 他就休妻了 他就该娶我了 老者摇头道 糟糠之妻 不可弃 再者 你迷了他的心智 算不得数的 陈伯算是听明白了 所以 这女子后来就开始报复老怀树了 清衣女子冷笑道 没有想到 你们临山镇又出了一个秀才 真是没有想到啊 你耗费了多少力气呢 老者摇头道 我只是欣赏他的心性 而且 他父亲是一个好人 所以 我给了他一个能力 让他可以看清楚一些东西罢了 他能有今天 还是性格使然啊 清衣女子哈哈笑道 这都不重要了 这磨多年 我终于要将你磨死了 你不在了 临山镇谁 还能庇护呢 陈伯闷了闷嘴 深深地望了一眼老者 他终于明白 自己晚上寻夜时 能够看到一些事情 看到一些东西 甚至 还能和他们对话 原来 这都是老怀树帮过他 他缓缓抽出了钢叉 左手提着灯笼 轻声道 我是临山镇的大耕人 对此 我不能视而不见 说完 他便出手了 老怀树都来不及阻止 这种交手的力量 雨水都无法降下 不过 很明显 陈伯根本不是轻衣女子的对手 老怀树道 狐妖 你放过这个孩子 让他离开临山镇 我将这一身的木枝生机 全都给你 可以助你更进一步 就这说话的片刻 陈伯已经被打飞了数次 可是 陈伯却十分倔强 没有丝毫退缩 慢慢的 陈伯的头顶 有一道气流 只管天际 轻衣女子 也就是狐妖 终于开始顾忌了 这是浩然之力 心正之人 诸邪不亲 可是 陈伯太年轻 终究不是千年狐妖的对手 老怀树叹息了一声 准备殊死一搏 临山镇的事情 还是要临山镇的人 自己来解决 一道醇厚的中年男子 声音响起 那个进士忽然间出现 阻止了老怀树 随即 进士出现在了陈伯的身后 透明的身影 缓缓伸出手掌 贴在陈伯的身后 陈伯的力量顿时增强 然而 依旧不是狐妖的对手 就在此时 陆陆续续 开始有个众人 慢慢走出 都是虚弱的身影 随时会散去 站到了陈伯的身后 陈伯的力量暴增 最终将千年狐妖击败 千年狐妖想逃 却被浩然之力笼罩 被消弭于无形 陈伯回首 缓缓一败 那些人也是一败 随后一个个走进了老怀树里 陈伯能感受到 他们真的消失了 最终化成了老怀树的养分 修复好了老怀树 老者叹息了一声 苦笑道 何必呢 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很多人都不清楚 或者说 除了打羹人陈伯以外 谁都没有经历过 只是第二天起 别人总觉得大怀树长势更好了 正所谓 兵树前头万木春 至于陈伯 坐了镇子上的司树先生 晚上 依旧是大耕人 默默是守护着临山镇 每天晚上 他都会来老怀树这里坐一会儿 后来 临山镇终于如雨后春笋一般 出了数个秀才 还有举人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放牛娃兽法 不料露出背后胎记 管家 老爷 打不得呀 在明朝万历年间 金宁府大友村 有个叫刘福的牧童 年纪大约五六岁的模样 是前二年 本村刘牧将捡回来的一个小琴 当时无名无姓 是好心的刘牧将 给他起了刘福这个名字 至于家住何方 来自何处 小琴一概不记得了 只说自己记事的时候 就是孤身一人 一直靠乞讨卫生 李老汉年轻的时候 也曾娶过一个媳妇 只是后来怀孕生子的时候 难产死了 李老汉心里留下了阴影 在未有娶妻生子的念头了 李老汉是一位 巧手的木工师傅工匠 专门制作精美的木制手工艺品 有时候 他会亲自将自己的作品 带到街头摊位上售卖 而有时候 客户会直接前来定制 然后他会将定制品送到客户家中 一日 瘦小枯干的刘福 如往常一样 蹲在街角的一边 沿街乞讨 鸡肠碌碌的肚子 早已经抗议了 咕噜噜地叫个不停 今天的街市人头窜动 很是热闹 看着有钱的小姐公子老爷很多 就是默认肯施舍一毫一厘给小刘福 刘福在想 估计今天又要饿肚子了 就在刘福为今天的吃食发愁的时候 就看现自己眼前落地一件物品 刘福本能地望去 看看是从哪里掉落的 当他发现是扁单老汉掉落的物品时 急忙上前捡起 并大声地提醒老汉 你的东西掉了 老伯 居于闹事 本就声音嘈杂 加上刘福饿着肚子 说话有其无力的 快步离去的李老汉 根本就莫听见刘福的善意提醒 刘福很执拗地紧随其后 追出去半条街区 累得刘福是上气不接下气了 好在有客人拦住了李老汉 询问货品价格 李老汉终于停下脚步 放下扁单 与客人热情地介绍自己的产品 紧追慢赶的刘福 呼吃带喘地跑到刘福面前 拉住李老汉的衣袖子 气喘吁吁地说道 老伯 你走那么快钱吗 我一直在喊你 你怎么就听不现呢 你的东西刚才掉下了 李老汉这才发现 刘福手里拿住的一方精致木托盘 那正是一个有钱的园外 特意定制的茶托盘 今天刚好是送货的日子 这要是给弄丢了 不仅影响心欲度 还得亏不少银两 还好这个小娃娃捡到了 并及时地给她送了回来 李老汉心存感激 由衷地说道 谢谢你啊 小弟弟幸亏被你捡到了 要不我今天可就不好交代了 李老汉将刘福送回来的物件收好 他随后温和地看着小刘福 轻轻拍拍他的小肩膀问道 小娃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是不是和家人走散了 需要我送你回家吗 刘福眨着大眼睛答道 人们都叫我小乞丐 我是个孤儿 平时都住在城东头的破庙里过夜 刘福本就饿得有气无力 加上刚才追赶李老汉 这回更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恰巧这时 一阵咕噜噜的肚子叫声响起 刘福不禁尴尬轻抚自己的腹部 李老汉思索片刻 温和地提出 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走呢 刘福能感受到李老汉对他的善意 他立刻毫不迟疑地回应道 我愿意 刘老汉提议 那从现在开始 你就用我的姓 我给你起个大名 叫刘福吧 你觉得怎么样 刘福高兴地拍着手喊道 太好了 我有名字了 太感谢您 老伯 随后 刘老汉带着刘福来到一混沌摊位前 为他点了一大碗加量的混沌 刘福的眼中立刻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闻住那扑鼻而来的香气 刘福按捺不住对美味的狂喜 端过碗埋头便吃 如秋风扫过一个不胜 吃得浅浅浸静 刘老汉看着这场景 心生怜悯 担心刘福还未满足 于是又添加了一个大肉包子 以确保他吃得饱饱的 李老汉染着刘福 把剩下的货品都送完之后 已经日薄西山了 带着刘福直接回家 到家后 或许是突然捡了一个儿子 让李老汉心情特别愉快 他一进家门 就忙着给刘福做晚饭 虽然没有大鱼大肉 就是两个简单的青菜炒自家做的腊肠 这就把刘福吃得美美的了 饭后刘福又给刘福烧了洗澡水 好好地帮他洗了一个澡 沐浴过后的小刘福真容尽限 居然是个好俊秀的小奶娃 很多有钱人家的孩子 都不及刘福的相貌耐看 皮肤很光滑丝白 就是营养不良 有些干瘦 李老汉暂时没有刘福适合穿的衣服 只能先穿李老汉的衣服 虽然衣物偏大 但经过多次卷跌 终于合身了 刘老汉温柔地对刘福说 刘福 暂且穿这些 明天我会去给你买两套盏新的衣服 刘福满怀欢欣 激动地回应 太好了 有新衣服穿 真是太感谢您了 爹 刘福别看年纪小 却很懂事 这一天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了父爱的关怀 属于他和李老汉的家庭温暖 晚上躺在床上他很认真的对李老汉说 爹 谢谢你收留我 让我不再挨饿受冻 我长大了 一定好好孝顺你 刘老汉温和地对刘福说 刘福 你真是个听话的孩子 未来 我会把所有的手艺都传授给你 你要好好学 拼命努力 掌握了这些技能 你的生活将会更加有保障 刘福人真地回应 爹 您放心 我会刻苦学习 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村里的乡亲都知道 李老汉捡了一个儿子儿子回来 大家都替他高兴 说以后有人给李老汉作伴了 每天李老汉做木工活的时候 刘福就在一旁全程跟着学习 而李老汉会是不识的 耐心地解释每个工艺细节 亲自示范 手把手地教导 尽管刘福年纪小 但他的学习态度非常认真 毫不懈怠 他们的生活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节奏 刘老汉会经常外出送货 而刘福则会留在家中 协助裁割木材 或完成一些简单的家务 当需要将小物品送出时 刘福也会被派出门 跑跑腿 锻炼一下与客户打交道的能力 这对父子之间建立了深厚的父子关系 共同努力面对生活的挑战 一日 刘老汉按计划 要在明日去隔壁小堂村 送村民们定制的各种木器 所以刘老汉晚上提前给刘福 刘老汉明天在家需要做的事情 叮嘱刘福明天代替他去集市上 给巨伏龙的掌柜的送一件定制的木器 刘老汉已经包装好了 明天刘福直接送去就可以了 而刘老汉自己则需要早起前往小堂村 估计忙完所有的事情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晚上回来会比较晚 刘福自己在家对付一口饭吃吧 他嘱咐刘福 如果感到疲倦 可以先休息 不必等他回来 随后父子二人都赶紧去休息了 一日曙光未泻 刘老汉悄悄挑起货物 开始了他今天送货的任务 当他抵小堂村时 各家各户都已经用过了早餐 李老汉抓紧时间 将村民定制的货物挨夹送到 时间转瞬即时 已是下午时分 一些熟悉的村民邀请他来喝茶 聊了些闲话 不久 又有新的村民前来下单 继续增加了他的生意 在忙碌了一整天后 太阳悄悄膝下 刘老汉站起身说 好了 我必须回去了 会仅早把这些准备好的货物送到 村民看天色已晚 热情挽留 劝说他在村里住一晚 第二天再回去 然而 刘老汉心中记挂着留下的刘府 担心他独自在家无人照顾 因此婉拒了他们的好意 他拿起货物 挑起担子 急匆匆往家奔去 这条路 李老汉往来很多次了 早就已经是驾轻就数 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家 穿过前面这片山林 再走基里地就到家了 然而 就在李老汉刚刚准备穿越这片山里的时候 突然 那片森林中响起了乌鸦的刺耳叫声 呱啊 呱呀 这声音令人不寒而栗 刘老汉不禁加速了前进的脚步 这个时刻 天色已逐渐暗淡下来 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下 突然 从森林深处窜出了一只庞大的老虎 他的心红眼睛盯着刘老汉 刘老汉感到无比绝望 庞扶生命就要在这里终结 刘老汉的双腿站立不移 已经无法逃跑 他似乎没有任何办法来应对这一威胁 花斑猛虎迅速逼近 即将扑向刘老汉 刘福在家焦急地等待 夜色已深 可刘老汉仍未归来 刘福心怀忧虑 整晚都未合上眼 睡上一会 第二天正是中秋节 刘福深信 父亲一定会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回来 然而 整整度过了一整天 他无法专心做任何事情 心中沉重如同一块巨石 直到傍晚 有人上门来 带来了一则令他心头生寒的消息 刘福 你的父亲遇到了麻烦 刘福得知 父亲不会再回来后 痛哭流涕 悲痛欲绝 曾经拥有了一个家 一个父亲 如今一切又变得一无所有了 这一打击让他无法接受 他不停地哭泣 不停地呼唤着父亲的名字 邻居们看到这一幕 也都泪流满面 深同感受这一巨大的悲伤 从那之后 刘福再次成为了一个孤儿 然而 幸运的是 刘老汉的人缘几家 周围的邻居 对刘福也格外关心 他们经常给予 刘福温暖的关怀 不时送来鸡隔菜团子 或是一碗西粥 一粥一菜 当思来之不易 这都是乡亲们的一份关怀和疼惜 刘福感念在心 在村中 有一名名叫李明的男子 他在镇上徐才主家担任长工 这个徐才主家底大乳山 拥有肥沃的万寝良田和树头黄牛 为了节省雇佣工人的费用 他通常雇住在村里的孩子来放牛 李明深知刘福的困境 出于同情 决定担保刘福 前往徐才主家帮忙放牛 提供免费食宿 同时每月支付15文钱的工资 如此一来 刘福的生活基本得到了保障 每天 他会赶着一群牛前往草地 特意将它们引导到那片郁郁葱葱的山坡 以确保它们能吃饱新鲜的草 在那里 他会坐在一棵略显歪斜的大树下 静静地看着牛群举嚼美味的绿草 做了放牛娃的刘福 不用再担心饿肚子了 东家徐才主 是个很大方的老爷 给他家打工的农户 长工他都会提供足够的饭食果腹 徐才主说 只有吃饱了 才会真心诚意地帮他好好牵活 放牛娃出门 放牛就是一天 他也会叮嘱管家给放牛娃带上足够的干粮 避免他们饿肚子干活 这位慷慨的主人不仅金钱多的流油 而且十分仁慈 所以放娃的干粮总是十分充裕 刘福如今终于能够享受饱饭 而且个头也渐长 就连笑脸都圆乎乎得了 生活一直在这种寻规蹈矩中继续 直到有一天 刘福再次带着牛群 前往一个草丰盛的山坡 他找到一个隐蔽的山坳 躲在那里休息 看着牛群享受美味的青草 刘福的心情变得愉悦 这已经是第五个年头 刘福在徐才主家放牛 从一个稚嫩的小男孩 逐渐成常为一个健壮的年轻人 有一天 刚刚将牛群赶回家的刘福 突然听到一个小丫头的呼喊 刘福 小夫人要谢你 快去吧 这位小夫人 是徐才主新晋那位妾女子 容貌出众 深受徐才主的宠爱 然而 刘福不明白为何这位小夫人 要亲自找她 刘福带着一颗不安的心前 去献小夫人 但当她抵达时 小夫人却不在场 取而代之的是小夫人房中的侍女 手中拿着一盘精致的点心 她温柔地对刘福说 小夫人让我给你送来这些点心 你运气真好 小夫人很看重你 刘福接过点心 内心七上八下的 她不知道小夫人这是什么意思 喊她来又不见她 她之前曾几次见到这位小夫人 每次她都表现得非常亲切 让刘福感到疑惑不解 刘福品尝了一口点心 嘴角不禁洋溢着满足的微笑 这点心甜美可口 酥脆香甜 对她来说 这是迄今未知最美味的点心 她从未尝过如此美味的食物 有一天深夜 刘福因为急需上厕所而惊醒 当她在院子里走过时 突然听到小夫人的院子里传来男人的声音 她清楚记得 徐才主这几天一直在外面 那么这是谁在小夫人的院子里呢 她心头生出许多疑问 出于好奇 刘福停下来 轻步走向小夫人的窗边 试图听清她们的对话 从窗子里传来女性的声音 我真的无法再忍受了 你能否尽快带我离开这里 一位男子的声音回应 夫人 只需再坚持一击日 我正在制定计划 很快就能带你远离这里 这对话 听得刘福感觉惊悚 突然间 刘福不慎碰到了靠墙带放的一些杂物 发出了轻微的声响 在屋内的对话瞬间停顿 刘福非常害怕 担心自己已经被发现 不过就在这时 刘福灵机一动 迅速模仿出猫咪的叫声 喵喵喵 女性的声音响起 哦 是只猫 别大惊小怪的 刘福决定不再逗留 匆匆离去 但她的心一直狂跳不止 她回到住所后 心头依然乱糟糟的 刘福开始思考 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她认出了小夫人的声音 但那名男子的声音 她虽然听不太清楚 却感觉有些熟悉 她想 那个男子肯定是她认识的人 这一切让刘福陷入深思 在刘福看来 这似乎不是她应该干涉的事情 她决定将注意力集中在照顾牛群上 这是她每天的责任 想到这 她轻松自在地入睡了 刘福发现 每天与牛群相伴在田间 让她感到非常愉快 此时 她刚刚将牛群带到了河边 坐在一棵巨大的树下休息 静静地观察着 牛群在草地上悠悉地吃草 她觉得这一刻非常有趣 突然 刘福注意到河边有一只河棒 她整个壳被太阳晒得雪白 似乎已经离开水中有一段时间了 此时 刘福心中充满了好奇 她不确定这只河棒是否还活着 刘福小心翼翼地将那只河棒抱在手中 轻柔地放回了河中 然而 河棒一下子沉入了水底 让刘福感到有些紧张 她紧盯着河底 突然 那只河棒缓缓张开了磕口 刘福终于松了口气 知道她还活着 刘福是个极为善良的孩子 她内心充满同情之情 任何小动物 她都不忍心伤害 跌落的除烟被她捡到了 她都要小心翼翼地爬上舒寒送回燕窝 此时牛儿早已吃饱 舒服地躺在那里休息 刘福留意到天色已经渐满 于是将牛群赶回了家 刚一回到家 就有一位丫鬟前来通知刘福 说小夫人要献她 刘福只好匆匆前往 然而一到那里 她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差事去做 只是陪着小夫人闲聊了一会儿 接着小夫人又拿出一些美味的糕点送给了刘福 她自言自语着说 我也有一个弟弟 自从嫁到陈府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如何 小夫人看着刘福突然眼眶泛红 激动地说 你跟我弟弟差不多年纪吧 每次看到你 总会让我想起他 我真的很担心他 他的声音带着哽咽 刘福看着小夫人伤心地哭泣 炫慰道 小夫人请不要伤心 我相信您的弟弟一定过得很好 他有家人照顾 你不用担心 小夫人觉得刘福说的有道理 不再哭泣 随后是以刘福可以回去了 刘福内心充满了同情 他下定决心以后会尽力帮助小夫人 让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下次再去陪小夫人聊天 一定多宽恩为他积聚 在中秋节这一天 徐才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邀请了众多亲朋好友前来参加 宴席一直持续到深夜 尽管当晚是十五的中秋 但却一场奇特 月亮被厚厚的乌云 完全遮挡住 旁腐隐藏在云层之后 一片黑暗笼罩了整个夜晚 刘福此时读自站在院子里 望着漆黑的天空 心中涌上了浓烈的思念 中秋节又一次降临 这是一个家家团圆的日子 但他却没有家人陪伴 这让他痛苦不已 泪水在他脸上流淌 心情愈发沉重 突然 刘福听到了侧门传来声响 心里不禁疑惑 因为这已经是深夜 不太寻常的时候 还有人要出门吗 他轻轻擦拭了眼泪 迈出了一步 先去查看 然而 他却没有料到 当他打开门时 看到的是 李明带着小夫人 两人提着一大堆行李包袱 这情景让他感到非常意外 不明白他们两人正在做什么 刘福瞬间明白了一切 他意识到 那天小夫人在院子里说话的男人 就是李明 此刻 李明和小夫人都跪在刘福面前 恳求他不要将这事公之于众 请求他放过他们 刘福感到左右为难 如果徐才主得知这事 李明和小夫人 恐怕将免临严重的后果 进朱龙 宋官府 这哪一样都足以毁掉他们的一生 他深知李明对他的恩情 而小夫人也一直善待他 这个问题让他感到十分棘手 最终 刘福冒险成全了他们 答应让他们离开 担心他们遇到危险 他亲自护送他们到了侧门 并却保他被锁好 他原本以为这件事会瞒过所有人 但终究事情还是败露了 徐才主得知是刘福帮助他们私奔后 感到愤怒 他觉得自己平时对刘福很宠爱 却没想到刘福竟然背叛了他 因此他派人将刘福叫来 斥责了他一犯 并最终则令人打了刘福一顿板子 刘福在遭受了严厉的体罚后 伤痕累累 身上的衣物也遭受了重创 就在这时 一眼尖管家及时制止了殴打 大声呵斥着 停手 然后管家匆忙走到刘福身边 轻轻掀开他背上的衣物 露出了刘福背后的胎记 他示意徐才主看过后 颤巍巍地地说道 老爷您快来瞧瞧 这您这时在下手太狠了 徐才主看到了刘福背后的胎记 心情一时变得悲喜交加 他忍不住问刘福背后的胎记是怎么来的 刘福的声音微弱 他答道 从我记事以来 我就一直有这个胎记 经过进一步询问 徐才主得知刘福是一个孤儿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 只是在后来被刘老汉领养 并在他的呵护下 快乐地生活了两年 这个发现让徐才主不禁感到心情更为复杂 徐才主听到这一切 不禁悲从中来 他紧紧抱住刘福 泪水夺框而出 原来刘福就是徐才主失散多年的儿子 徐达 当年徐达二岁多一点的时候 他在一次外出游玩时被人偷偷暴走 尽管徐才主用尽了心思和精力 多年来不停寻找 却一直毫无线索 而如今 他的亲生儿子居然就在他眼皮底下积年 却一直未能认出来 徐夫人当年因为失去儿子 悲痛与觉 甚至导致身体意志不好 经常生病 多年的悲伤也是他的眼睛受损 留下了眼积的病根 他为了延续陈家的后代 不得已帮徐才主纳了小妾 希望能生下孩子 这样百年之后 对陈家的列祖列宗也能够有个交代 徐才主最终找到了李明 而他不再计较李明与自己小妾的私奔事件 相反 他深深感激李明 帮助他找回失散多年的儿子 徐达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 徐才主慷慨地赠 送了一大笔财富给李明和小夫人 确保他们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原来 这位小夫人 本是李明的轻微竹马恋人 然而 一场家庭变故 迫使他嫁给了徐才主 以愁及父亲的医药费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明也来到府上担任长工 这段寄予复杂的故事 将两位恋人重新汇聚在一起 徐才主因为打了徐达 深感内疚 他焦急地对徐达说 达尔 父亲对不起你 你会原谅我吗 徐达摇了摇头 这磨多年的流离失所 他如今拥有了一个家 有了父母的关怀 他现在是苦尽干来 他决定珍惜这一切 随后 医生为徐达开了药方 徐才主陪着他去看望母亲 这次的相见充满了感动和喜悦 虽然徐夫人的病情仍未完全康复 但他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 一家人团聚的场面 让人感到温馨和幸福 徐才主带着徐达一起学习经商的技巧 经过今年的努力 徐达逐渐熟悉了陈家的产业 并最终完全接受了家族生意 徐才主则全身心地陪伴夫人 关心照顾他 这个过程中 徐达展献出了商业头脑和领导才能 成功继承了家族事业 使陈家的生意范围不断扩大 也为家族带来了繁荣和稳定 徐才主则用心守护着家庭 细心呵护夫人 一家人团结和睦 共同创造了美满的家庭生活 后来 徐达与一位来自贫苦家庭的女子结为夫妻 她们的婚姻美满幸福 不久之后 她们迎来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使得一家人更加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个家庭成为了幸福的典范 不仅保持着陈家的传统价值观 也融入了温暖和理解 展现了对亲情和爱情的真实 她们一同创造了美满而充实的生活 为家族延续着幸福的传承 这个家庭在村庄里也是备受尊敬的 她们时常与林居互帮互助 分享生活的酸甜苦辣 徐达不忘初心 经常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尤其是孤儿 流浪者和穷困家庭的孩子 因为她深知自己曾经甚是艰难 所以总是紧力去帮助他人 成为了村庄里的好榜样 她的婚姻也一直充满爱与理解 她和妻子互相扶持 共同肩负起家庭的责任 共同抚养孩子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他们的孩子们 在这个充满爱和关怀的家庭中 茁壮成长 继承了家族的传统美德 也学会了如何对待他人 这个家庭的故事 成为村庄里口口相传的佳话 鼓舞着每一个人 让大家懂得了家庭的重要性 以及对亲情 爱情和友情的真实 他们生活在幸福的氛围中 继续着自己的家庭传承 传递助爱与温暖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